您最新版的GET幸福和财富战略都已经改好了 然后每次听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和证物 觉得特别好 您当时是什么样的初衷想法 然后会去持续写这两本书呢 其实我原来也没有写过书 之所以写这两本书是因为我听了这个金刚智慧之后 我会觉得说佛陀的智慧太了不起了 他把一些很复杂的事情用很简单的方式 都给我们解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觉得这个因果的力量应该被很多人知道 但当初也不会写 所以第一版写出来也很难 但是就一版一版改改了很多遍 然后现在大家一看就觉得很受益 其实是因为那么多年一直反复地在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多年您会反复地来修改这两本书 都没想过说要放弃呢 一个是因果 一个是复利 复利的核心是叠加 因果是因为它可以把一个因的事情给做好 果会自动呈现 所以我希望这种因果的文化和复利的文化 叠加的文化被更多人知道 让他们的生活可以过得更简单 更轻松 更有意义 更幸福 这是一个巨大的价值 所以我会愿意一直坚持不断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就让我想到您一直跟我们说 这两本书之所以用这么低的价格 愿意让更多人看到 就是您把最重要最精华的价值都写在这两本书里头了 这两本书实际上它可以改变一个人看问题的角度 就一个人看问题的角度 如果是过去传统的或者是现象的 那它在处理关系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冲突 但是如果我们擅长从有效的角度上看问题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处理就会越来越简单 是两拨千斤 那它适合写给什么样的一些人看呢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是通过现象在做决定 所以有一句话叫婚姻向围城 里面的人想出来 外面的人想进去 但是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因果的世界 如果每一个人他会从根上去解决问题 会从因果上去看问题 他有很多过去觉得无解的事情就会迎刃而解 所以我很希望说有更多的人可以开始去理解因果 然后有更多的人开始通过众善因的方式 能够让他的生活 让他的幸福感 让他的事业和财富都能够越来越好 真真之上 是的 你这样说我就理解了 因为在书当中 每一章节都有从明理转念 众因这几个方向去写 我们都觉得非常受益 对 这个复杂的事情他一定要简单化 如果他可以简单地通过这四个步骤去做 他就会发现他的成长实际上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但是实际上在很多人的成长当中 不但不快乐 反而很痛苦 因为他们一直在想着要去改变自己 或者是改变别人 这个念头本身就会让他很苦 所以一个人他一定要学会四两拨千斤 让他的整个成长过程都是幸福的 喜乐的 然后轻松的 然后互相支撑的 他的修行之路就会变得有意思 有意义 那我们去您说这两本书要交叉着反复看 那我们看完书之后 要实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反复看 这是因为这个书里面所呈现的有很多内容 是我们过去没有听过的 也不会那么去做的 对 他实际上是从一个更有效的角度在看问题 那看完了之后就要去实践 对 他就要每天都去种善因 他的善因种多了 他就会发现跟人的关系好了 过去难受的点 现在化解了 不难受了 然后钱多了 事业顺了 善于看到价值了 机会多了 这就是他在生活当中要实证的东西 就是看了之后 我会明显的有 刚才您说的这些 钱变多了 对 关系变好了 是的 事业上更好了 能实现这样的一些结果 是的 那您能跟我们再具体的讲一讲 如果我拿到这两本书 我该怎么去看吗 这两本书 Get幸福是在讲内胜 财富战略是在讲外亡 就是一个人内在越清楚 他在外界的竞争 就很容易获得胜利 所以叫做内胜外亡 所以一个人在看的时候 他首先要看Get幸福 然后对情绪有理解 对人格有理解 对菩提心 对福报要有理解 然后在外界的 他要练就自己 以中为始的思维方式 他要开始去经营人际关系 然后他要开始去找系统 找位置 然后要用上趋势 这样的话 他的人生就会一层一层 不断地叠加 然后不断地中三音 有好的结果 然后让他的实力不断地增长 那我可以理解成说 这两本书 其实就像带着我们去实战的书一样 我完全在我的生活 事业当中 我就完全可以按照这两本书的逻辑去实战 对 如果你从关系的角度上 比如说婚姻不幸福 你回头在Get幸福和财富战略当中 你一定找到答案 比如说 你说我的事业建立遇到了障碍 你去看Get幸福和财富战略 一定会找到答案 所有的一切复杂的问题 都有很简单的解 所以我们可以四两包千金 太好了